提到阿联酋,人们总会首先想到迪拜和首都阿布扎比,他们的奢华建筑数不胜数的世界奇迹使他们享誉全球。 但阿联酋不只有迪拜,沙迦酋长国以其身后的历史文化底蕴而独具魅力,在阿联酋旅游市场独占一席。 在沙迦的街头走一走,人们可以在林立的博物馆和历史遗迹中了解真正的阿拉伯文化。 今年夏季,沙迦再次敞开怀抱,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走进沙迦,品鉴沙迦。 在6月12日举行的沙迦夏季旅游推介会新闻发布会现场,沙迦商业和旅游发展局作为本届推介会的主办方, 整合了酒店、航空、休闲旅游等各个旅游产品板块的28家接触企业, 通过广播、杂志、数字媒体、户外广告等多重媒体平台,推广沙迦、宣传沙迦。 尤其是最初一段时间,我们在本的参加场,在这些层层的提供, 穿着所有的努力一起合作,在社会政府和社会公司, 和所有市场,最终的目的,是设计和推荐商商商商品, 在夏季,年代表的季游, 而且我们有很多可能性 为增长在设计的数据 尤其是从唯一的市场 和宫里的宫里的宫里的宫里 在冬季的季度 当然这不停在只关注的一个观点 但是我们也在设计的客户和客户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沙迦阿拉伯世界文化制度的称号。 沙迦应拥有艺术博物馆、考古博物馆、伊斯兰博物馆等9家博物馆。 沙迦大学、沙迦美国大学、沙迦航空学院等多所实力强劲的高校、清真寺和历史悠久的露天市场享誉阿拉伯世界。 沙迦是阿联酋名副其实的文化中心和教育中心。 提到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沙迦商业和旅游发展局哈利德局长表示了热切的欢迎。 ressed market mainly sourc markets being the Chinese market and this is very important that they know what is available here. Now, the good thing about it is that there is no language barrier. All of our campaigns and products and information is always available in Chinese. 所以它做得很简单 让中国的观众来知道 什么是在发生 加上我们也会专门 专门专门专门 他们也有努力 在发展这个 在发展上 的信息和资料 我希望 能看到很好的表现 在这个冬季 而在明年 我们会担心这个 去另一个层 就是 的 Sharjah Summer Festival 也会有很多 数据显示,2016年由8万6千名中国游客入驻沙家酒店,相较于去年增长了63%。 中国也成为了沙家旅游的首要目标市场。 预计到2020年,旅游部门计划每年将迎来20万名中国游客,总估值为1680亿美元。 为了吸引更多来自中国的游客,沙家旅游发展局也积极采用了营销策略,包括在中国开设代表处招聘中国员工,在沙家旅游门户网站添加中文网站,在成都、广州和香港等中国主要城市举办推介会等。 中央卫视记者黄书丹,沙家报道。